当我们下载了VivoSmart我们的手表的软件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点击 点击出来我们有三个选项 专制的一个连结 手环手表跟健康体重剂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手表 我们就按加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跑出一个手表的名称 我这个是Vistar的 Plus 1071 我们就按连结就可以了 那你也许是别的手表 你也许是VivoWatch 那这个时候也是按连结 好那进来以后有很多的项目 有提示行程 有酒座提醒 有智能提醒 有监护 有SOS 然后还有这边有简易拍摄 震动的提醒 血压校正 日期格式 天气格式 这个往翻 就是我们荧幕翻碗的一个显示 窗带方式 在左边还有右边 测量单位是公字音质 我们任体升级这边有个叫29这个4.2.16 这是最新版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 这边呢 我们最重要是要做一个血压的校正 你已经连结了嘛 我们看一下血压键点进去 这个地方有 两个血压锯的检测值 那加上我们这个 手环手表的检测值 那这个时候呢把你两次 检测血压值输入 然后呢你在你的手表 手环检测以后的数值也输入 就是你都检测完了 然后这个就按校正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们要让他的这个数字呢 跟我们大数据做一个参数的一个参考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AI人工计算呢 就会更准确 好那我们校正完毕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有个久坐提醒 好那久坐提醒这边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的设定是 8点到18点 每天 那中午的时候呢不用提醒 不用提醒 那如果说 你不要进行提醒的话 你要打这个红沟 打这个红色的把它点击下去 好 那如果说你还是要提醒你就把它变回来 好我们大概是这样的 那怎么就 这个因为要休息嘛 我就把它圈起来 好 那再就是智能提醒 智能提醒的部分呢 好 好那就是对于来电通讯通知 讯息提醒 讯息通知等 如果你要你就把它全部勾起来 好那我因为我只选了来电通知 好因为有的时候手机不在旁边 好那在于就是说讯息通知里面有分 Fastup Line Gmail Message 等等 如果你要的话你都可以 比如说你Line 要你就点击 点击进去 好 这个地方要先先勾了 这个地方 好 好反正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提醒就可以了 好 我来看一下 好可以 类似这样子的 好 那如果都不要 我们就把它关掉 好 这个地方先点击 然后再点其他的 好 再来就是监护哦 监护就是说 如果你的参数的 值超过了你的 这个生理指标的标准 那他就会通知你 好 像我的虚拟 我是设定在50 到90之间 50到90之间 我是这样设施的 那呼吸力 10到20之间 血压我是设90 140 低压是55 这个 90 好 我是做这样子 这样子设施 好 心防颤动呢 我是打勾的 就说如果 我的心防上有问题 我就打勾 跌倒提醒我也打勾 然后呢 这个 提示 这些通通的打勾 打勾包括关怀 的追踪者 通知我的紧急联络人等等 都打勾 OK的话就按申请 就可以了 好 那求救的部分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 你的联络人 你可以编辑设定 编辑设定 你的这个联络人是谁啊 等等 比如说 这个潘成伟是我小孩 我可以编辑 这边可以做一个设定 他的名称 他的 这个 所谓的 邮箱 还有呢 他的这个电话 我们都可以设 那我们就可以 去了解说 这边可以选择国家嘛 对不对 可以选择国家 好 那你这边可以设三个人 一二三 五二三个人的设置 三个设置 好 那这个就是求救 那所谓求救就是说 当你发生状况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求救 在你的 我们手表 手表的 按住以后呢 就会产生 有这个求救的信号 你就可以点击进去 就可以传输出去了 好 震动提醒这边就可以看你的提醒 要几次 那他的模式是什么 比如说 他是灯塔 还是交响乐 等等的 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看你什么 什么样都可以 好 那日期就是月日嘛 天气格是华氏 碗表的 这个荧幕显示 是 24小时 24小时 测量单位是公子 公子就是 可以分嘛 公英 我们可以分 好 我们写公字 好 那这边是任体升级 如果有新的任体 的升级的话呢 他就会通知我们 自动通知 自动通知 好 那我们再看这边 目标设定的 你可以设定 从哪里看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去看 点击 以后呢 目标设定 那我每天要一百 一万步 对不对 我就设置一万步 那这个是可以伸缩的 有没有 好 那体重 我要 设定我的体重是要70公斤 那比如说我现在是75 那么这就是我的目标 好 按储存 好 那这边有使用指南 如果你不懂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看 使用指南 每一个都有 包括WATCHLEED 这个WISTA等等 都有这个指南 你可以看 点击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 分版本 台湾 这个就有一些指南 你就可以参考 设定 工资啊 这些的 那这边也可以连结到Google的健身 可以把资料库 跟他做连结 这位 这也是可以的 好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 做检测啊 我们就可以 用手动检测 在你的手表做检测 检测完以后 这个地方 最 最左边这个位置 什么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 可以做同步的 数据 同步数据的显现 那你早上起来 你 按一下 任何时间你有数据 上去按一下 同步数据的解决 第一个是 你的跑步 有没有啊 等等的 是属于你的 这些的 平常的状况 比如说快走 对不对 这个都可以显现出来 好 那 前面这个地方点进去 是 属于你的走到多少步数 然后卡洛里 燃烧多少 这边都有很明细的一个 这个说法 那这边是睡眠 睡眠 睡眠点击进去呢 就可以看到你总时间是多少 深睡眠多少 浅睡眠多少 清醒的时间是多少 都可以显现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 得分数 越高越好 最好是90分以上 这是我们的训练 那这个训练呢 就会表示说 你整天的一个值 会上下浮动 最高值81 每分钟 最低值 55 平均16 的4 这是一个训练 那我们运动的时候 又动态训 这是能量 能量我们看 你看 11.440 9.460 8.460 对不对 都是在01分就会检测了 那这个能量只是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像76这个就不错了 还有91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在 不同的时间点 有不同的能量值 那大家会告诉我说 能量值要多少 那我的建议是 要60以上 要60以上 才是最好的 那这个是心电图 心电图因为你没有检测 检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心电图的一个 一个显现出来 那你可以用手动的 心电图是用手动的 它不是自动的 那这个 肺的 呼叙力 呼叙力的话 最大值16 最低值 11 平均12 对不对 那这就会看到你每个时段 每个时段 它有不同的表现 对不对 那要注意说 这个地方不能定一时 定一时就会有 呼吸中止症的一个 困扰 那呼吸太高的话也不行 这个地方如果超过20的话 表示你呼吸会比较急促 心情 心情你看 有悲观 有平静 对不对 有快乐 对不对 所以都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显示嘛 平静在中间 快乐就往这边走 好 那么一夜就是最好的 好 一夜 一夜就是最好的 好 那往这边呢 就是什么 就属于悲观 那这边是沮丧 好 那我们当然 不是看一时的 还是看它总平静 我们最高的还是在 平静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血压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个每一个时段的 我们的高压低压 对不对 它会显现 比如说91-135 这就是超过标准的 轻度光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手表也会 自动的 做监护系统的一个提醒 说你的 这个超过标准的 它会传到你的 所谓的关怀你的人 好 那这边有 90-129 93-127 81-132 那这个是你看 这是蓝色的 就 那绿色是最好嘛 蓝色 是还OK的 那这个 橘黄色就是轻度高的 轻度高的 那如果很严重 就会表现是红色了 这个要注意了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心房 颤动 那现在说因为没有嘛 我看前天的 就是说 你有检测的时候就会有 就是你要把它打开 在你的手表 手表到 最后有个心率检测 心率视场检测 你就把它点击进去 就会出一个红点 那它就是24小时监测 你的心房颤动 那么 心房颤动检测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个经络的 那这个经络呢 就是每 三个钟头呢 会进行一次的一个评估报告 但是前提是说 你有 在 打开你的心房颤动检测 你才会有 不然的话你就不会产生 我们看看之前的报告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 心房 就是在 麦伯波的检测 这麦伯波检测呢 它三个小时就评估 大家看到没有出来了 出来了 那我们看 打开9点看一下 好 那你看 D是肺嘛 肺是 OK的 绿色是OK的 往这边走是属于 亢奋 这边走是属于衰弱 那红色就要注意 红色比较会有病变的风险 黄色是牙健康 那我们往这边走 都在中间指 对不对 肺 一是肺 二是肠 它是香表里嘛 三 这边写皮 四是胃 五是心 六是 心包 但是这个心有没有看到 比较高 高的话就是说比较亢奋 在中医就是 这个心活比较大 好 我们再看 好 七 七 这个就讲膀胱 还好 八 就是肾 那肾的话呢 要注意了 肾就比较弱一点 对不对 那心包 也比较弱 心包比较弱 十 三胶是OK的 属于免疫系统 那心包弱的话呢 就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你的心脏 可能会比较衰弱一点 然后呢 十一是在中间 十二 太在中间 对不对 十一是什么 十一是 胆 十二是肝 还算OK 如果往这边走 就是肝火会旺了 肝火大 那能量值 你看这边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就是说 它的能量是不错的 那有人告诉我说 有人问我说 能量要多少 能量基本上呢 最少要在三十以上 那我的建议是要在六十以上 才会比较好 它是属于我们 这个能量属于我们心脏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 心率变异系统的一个能量系统 那这个这样压力就比较 这个 这个是属于我们在 分解中 分解中 那最好是在中间 或往这边走 就是说分解跟 合成呢 都在同时进行 压力是零 就是说没什么压力 那这就是我们的 在我们的手表 的一个 看 那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 就要去怎么样 把它刷新一下 做一个同步数据的一个上传 然后数字就出来了 那每天看一下观察你的健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 呃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